解脱 让众生 离哭 等待 接下来请收看 日本冲绳 除障祈福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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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悬崖上的波之上神宫 是当地人的信仰圣地 从前出入纳坝岗 与各国贸易的船只 都会眺望着波之上神宫 来祈求航行安全与满载而归 所以波之上神宫在琉球八社中排名第一 并以当国第一神社而受到尊崇 参拜完波之上神宫 可别急着走哦 一旁的斜坡边 有一座高野山真眼宗寺院 护果寺 护果寺为波之上神宫的别当院 供奉的本尊为观世音菩萨 门神的栅栏上挂满小婴儿的围兜兜 据说是为祈求 并保佑家中幼子平安长大之意 里面也供奉着水子地藏菩萨 在日本传说中 水子地藏菩萨相当于慈母观音或送子观音 因此有些人会到此祈求子寺 而护果寺也是抽神县 现存历史最久远的寺院 玉泉洞王国村 为在南城市设计多种主题的园区 供游客选择 其中已经历三十万年所自然形成的中鲁石玉泉洞文明 是日本的国家指定有形文化才的景点 深入地底 众人来到玉泉洞 玉泉洞主成分由珊瑚石灰岩而来 全长约五公里 是日本第二大中鲁石洞窟 目前对外开放约九百公尺 供参观 沿着步道可以穿梭在壮观 奇形怪状的中鲁石间 因为姿态千变万化 所以有好几处的中鲁石 有属于自己的名称 如银柱 夫妇岩 藏在玉泉洞中的浮流很多 加上灯光的点缀后 更为其添加了如梦似幻的氛围 像是著名的青之泉 还有广大壮观的黄金之碑 在这里处处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接着大家来到世界遗产 摘场玉月 摘场是指祭祀地 而玉月是神的住所 摘场玉月 过去被视为格调最高的祭祀场 由国家的最高神职文德大军管理 为琉球国时期最高级殿堂 在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景色 没有人造的建筑 眼前所见的树木与岩石都被视为神的化身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两块岩石堆叠在一起 形成三角形的特殊通道 通道口的形状犹如倒过来的杯子 在当地有接受天上赐语的恩惠一说 穿过通道后 师父们带领慈悲团友 来到其中一处参拜所 进行慈悲诗诗 众人手持熏香 以生切的心 前程地跟着师父一同念诗七宝如来鸣 并将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 当晚 慈悲的海淘大和尚广结良缘 受到华侨许田居士的邀请 为冲绳当地华侨居民给予佛法开示 要提醒别人说 不要有自私执着的爱 要把它发展成一种平等的 没有条件的爱 那你就会快乐 就像刚刚念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当你恨一个人 当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 那你会很痛苦 因为那时候你有恨 所以你要赶快 让自己变成观音菩萨的 没有恨的爱 这样才会自在快乐 所以每一个宗教它的目的 它就像我们学习 你所拜的神或是佛 他的行为 学他的思想 学他的行为 来改变自己 所以所谓的修行 它是以你的 你拜的佛菩萨神做榜样 来改变你身体讲话心态 所以佛陀接着他就说了 一切为心造 你的身体 你的命运 你身在哪一个地方 都是你的心做主人 所以佛教的基本就是慈悲 有的慈悲 才有佛陀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一直保持慈悲心 给别人快乐 救别人的苦 那你的身体健康 心情好 到处就可以帮助别人 就像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许巨师给我们 有一个慈悲的机会 来这边都不要交钱 写这个不要钱 什么都不要钱 就是希望对方好 这样慈悲 你也会健康 我也会健康 他们也可以超度 这个最重要 师父主要讲述佛教因果 业力的概念 并强调宗教的目的 就是让大众学习菩萨圣贤的大爱 慈悲的行为与思想 最后 师父引领众人 为世间所有不幸往生的灵魂超度 并潜心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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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nai 不动人如来 那麽不动人如来 喵, wives & 姐妹, ndo , 琥 palabras, 杼萨, 截萨, 並! 是我的手, 侯言相说法,watubalau phi seradilly, 试得 vish得 vish得, sawwa kanama pri ser opportun! 现场约有三十位冲绳当地的居民 大部分是华侨 其中一位九十八岁高龄的老先生 是前菲律宾外交官 师父也赞叹他长寿的原因 一定是他造下了爱帮助别人的善因 最后把握难得的机会 在极具意义的合影留念之下 为第三天的红法行程画下圆满的句点 冲绳除杖祈福之旅的最后一天 众人来到位于那坝市的首里城 首里城可说是传颂琉球王国荣华史的世界遗产 是琉球国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都城所在地和王宫 据史书记载 首里城曾数度被焚毁和重建 城旨在二战结束后被用作琉球大学的校旨 1958年首里门重建 1992年开始主体建筑复原工作 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首里城一边保有古城的特色 一边取得新的发展 首里城结构复杂 有许多座城门 其中最为特别的是首里门 据中国风格的牌楼式建筑 代表当时琉球与中国密切往来的关系 首里为尊首里节之意 而城门上的扁排提额为首里之邦 一指 琉球乃为重视礼节之国 接着 左手边 会看到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圆笔屋五玉岳石门 据说 古代琉球国王出发征战前 都会来这里参拜祈求平安 来到冲绳 一定要拜访象征冲绳历史的首里城 感受琉球王国历史 以及文化气息的雄伟风采 接着 在冲绳陆冲医院负责治疗伤兵 看护等任务 最后 仅仅只有少数学生 在残酷的战火中存活下来 战后 当地人 收集 罹难者的遗骨 并在 原冲绳陆冲医院 第三外科所在的 战壕之遗迹 建立了魏灵碑 以悼念 占默者 并祈求和平 师父 带大众 在击百合之塔前 为亡魂念诵 忏悔记 及四红誓约 用大家的慈悲心及功德 求佛的引导 发心保护众生 期望 能超度亡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发愿 希望所有战争 及意外 不再发生 最后 师父与慈悲团友 来到冲绳战机 国家指定公园 平和 其念公园 其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悼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在冲绳岛战役中 失去生命的灵魂 并警惕后代 记取历史上的教训 将和平的愿望 传达给世人们 圆形的平和广场 中央有一座小水池 里面隐约可以看出东亚地图 而水池中央的圆锥体火柱 为平和之火 火种分别取自阿家岛的座坚卫村 广岛市 以及长崎市 持续燃烧不灭的灯 象征着永续的和平 来到一旁 便能看到许多排成波浪状的纪念碑 并列在一起 这是为祈求世界和平的平和之处 上头密密麻麻的科字 都是当时战末者们的名字 数量近多达24万个人民 不分国籍 军民身份 象征大家 都是战火下的受害者 慈悲的师父引领众人 透过前心回向 愿所有往生之亡灵 皆能早日离苦得乐 重绳平和祈念堂 位在摩文人之丘上 这里是二战期间最大的激战区 却也是战争的结束之地 于1978年开堂 象征和平的尊贵 以及对战末者的追悼 堂内 有一座高12米的 冲绳平和祈念佛像 由冲绳画家 山田尊山先生 耗费22年的时间 才完成的 师父也在庄严的佛像下 为种人开示 所以为了要世界和平 我们内心一定要先和平 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做得非常好 上面还有一个天空万象的星星 你们看他们做一个星空 那边才看得见 意思说这个是一个世界 所以希望整个世界 大家都看到自己的如来本性 所以念一下 有情无情 同缘总治 希望万事万物破坏有情 都可以达到他的自信 圆满的自信 如果了解如此 就没有分别 他是瓶子 他是架子 他是桌子 他是时钟 他是饼干 名字不一样 请问他的本体也不一样 这一定要告诉自己 一样 男人女人是一样的 好人坏人是一样的 日本人华人是一样的 事实上做过日本人 跟做过华人 事实上是不断地换来 换角色而已 只是因为你会觉得 我现在是华人 你是日本人 我是美国人 事实上 念一下 冤亲平等 这个世界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就会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民主与民主之间 宗教与宗教之间 人与人之间 众生跟众生之间 有这个分别心 那就会贪爱 或是称恨 我爱男人 不要 我要爱女人 我要爱有钱的 所以我不喜欢没钱的 那这个 你就开始在战争了 你就开始在诱惑别人 或是抵触别人了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保持一个智慧的空性 对外在只有慈悲 就像这个手一样 一合掌 就是说我尊重你 你就是佛 你就是我的父母一样 你就是我 然后用你的相 相由心生 一个莲花的眼神 一个观音的语言 一个庄严的慈悲相 希望引导对方 也能够找到自己 经过冲绳 除杖祈福之旅 慈悲的海涛大和尚 引领慈悲团友 将佛法传播至各处 以悲心 将世界转化为净土 就如同师父所说 学着以爱来看世界的过程中 我们也同时 在清除心中的愤怒与仇恨 师父将身心奉献给佛法 奉献给一切众生 期望世界永远和平 嘿 还记得 我们走进浴泉洞王国村时 门口树立的狮子吼奶塔吗 你知道这五只狮子 所代表的含义吗 狮子吼奶塔 由三种形态不同的 五只狮子所构成 中间朝天空吼叫的狮子 是日本的胡乌梢 所制成的风狮爷 是由陶艺家新云光雄先生 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制作而成 作证于两侧的狮子像 绿釉黄釉 铁右三色的装饰技法 为唐代的唐三彩 原是1985年科学博览会当中 装饰于中国馆入口处的狮子 受赠于中国 象征中国与冲绳的文化交流 并传承至今 而面向左右两边的狮子像 据推测原作的制作年代 大概是1400年代初期 原是纺制明太祖孝林参道上的石狮子 由中国桃园县的雕刻工房之手 忠实复原而成 材料属于鸡血石 鸡血石的材质非常坚硬 雕刻难度极高 且一只狮子的重量约两吨 相当于两辆汽车的重量哦 至于狮子侯乃塔 所代表的含义 就是冲绳当地的民间信仰 狮子有辟邪招服的功能 也象征冲绳 祈求世界永久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天空下舒爽的春风 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 唤醒无影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身园 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中华护身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禁度上 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身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 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旅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 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起活动力 来到狗儿门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怀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山中熬熬带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之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 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宛言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身员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 全人类的生活被打乱了 很多人的经济也被击垮 整个世界的硬作 感觉上好像是停顿了 缓慢了 很多的活动也被取消 被延期 我们不能说这种事情是好或者是坏 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渺小的世界 往更高层的大宇宙来观看的话 整个自然界反而是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能够更舒畅地伸展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又回归到了原本该有的生存方式 这是很好的事情 自己人类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 往外跑向外走的因缘减少了 甚至也无法出国 那么心灵方面 人人是否有向内走 自我反省 反观制造 自我检视呢 如果有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自己是有那么多的缺点 是有那么重的无名烦恼 而且还造作了不少的不散业 那么在这段时间 就可以好好地忏悔 好好地用功 好好地紧紧 好好地守持 然后再真诚地回向一切众生 这不是很好吗 然而 无论是好是坏 睡觉总是在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在每个刹那都在变化流逝当中 因此 2021年的新春也即将到来 在此 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有更健康的身心灵 更宽广的视野 更自在富裕的生活 新年快乐 亲友生病时 不应与之喝酒或杀身求生 如果有人鼓励 应该为他们讲解佛法 说明因果道理 如果他们因为惧怕鬼神 应该为他们说明生死业报 不应强求 反而应该赶快见山放生 并好好觉悟人生 赶紧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